欢迎来到Noyantv频道,请订阅频道,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。 王一博把蝶穿的精髓发挥到了极致吧。 三层蝶穿真少见,好潮酷。 王一博的裤盖蝶穿真酷帅。 三层蝶穿处处都是看点,搭配的真牛。 王一博是个非常高冷的boy,在综艺也是画很少的类型,但是丝毫不影响粉丝喜欢他,他的五官是非常精致的,小鼻脸和乔鼻就像是从漫画走出来的少年一般,帅气又很酷。 王一博平时也很喜欢摩托和滑板,穿搭也是和爱好一样非常的酷,今天就一起来看一下王一博的穿搭吧。 这件小夹克还是和西晴的,棕色的棉衣夹克也是很有和平精英游戏里的背心的感觉,给All Back的穿搭有了造型和色彩的点缀,也是很有造型感的穿搭。 配搭的是一件甲两件的黑色卫衣,脖子迭带的金色项链也是时髦感十足,西晴又很精致。 迭带项链的搭配也是很适合喜欢酷酷风格的男生,特别是搭配这种纯色的卫衣,就可以让卫衣不那么的单调,又能增加整体的造型感。 搭配的是一款黑色的工装裤,也是很百搭的基础款,但很多人在尝试工装裤时总是很显矮,可以像王一博这样,将上衣扎进裤子里搭配一条皮带就能提高腰线,显高又显腿长。 而且不要选太过宽大的款型,选择比较合身的直筒型就会显得腿部的线条比较的修长了。 侧边的链条的配饰也是可以点缀裤子的设计,非常的酷又很有造型感。 搭配一双运动鞋真的是非常的青春活力少年了。 这一套的穿搭色彩是非常简约的,以全身黑为主,金色背心做搭配也是很时髦又很酷的穿搭。 这样的穿搭也是很日常的,非常的适合喜欢比较低调又很酷的穿搭。 而且小个子也完全可以hold住。 搭配一顶鸭舌帽或者是冷帽也是很休闲好看的。 这款毛绒的黑色外套搭配香奈儿的珍珠链条就非常的有小相风,手臂的银色圈环也是很简约又有造型感的设计,不会让纯黑的外套显得太过的单调。 版型是属于偏修身的款式,比较的贴身的款式穿起来就非常的显身材挺拔,又能显气场。 毛绒的材质和银色扣也是很有英伦风的,搭配香奈儿的珍珠蝶链就有非常金贵的气息,虽然是有点像女性的元素,但是王一博还是靠他那冰冷的气质撑了起来。 内搭的白色衬衫和黑色领带倒是不显得正版严肃,领带解开的扣子和领带比较松垮的穿搭,有点像学校匹帅的学长,像个不羁又很洒脱的少年。 这样的搭配可以减少外套太过严肃的感觉,搭配的黑色阔腿裤和白色球鞋非常的有学院风的穿搭,显得很休闲又有活力。 这一套上属于上锦下松的穿搭,加上短款外套和高腰裤的搭配就非常的显高显腿长,比较适合小个子的穿搭,但是裤子建议不要选太宽敞的,撑不起来松松垮垮的样子并不会很酷哦,搭配工装裤或者是直筒裤都是很休闲又比较酷的穿搭。 但是从王一博的现场图看又感觉挺简约好看的,或许是更加适合舞台的搭配。 这一套的穿搭色彩是很简约的,是黑白配色的穿搭,就显得非常的低调又很有高级风的气息。 日常这样穿可能是不太日常的,但是将外套换成牛仔外套就会显得休闲多了,而且牛仔外套是要比这款毛绒外套宽松一些,不会这么的拘谨,也会显得更加的青春有活力。 王一博新代言即将官宣,要换新的粉丝有福了。 随着王一博在内余的地位渐渐稳固,有了自己的电视剧代表作与电影代表作后,他就停止了疯狂扩张自己代言版图的路程,杜华的影响逐渐缩小,王一博自己的主张逐渐增多,如此,他的代言也日渐稳固,少了太多太多的短代。 如此,距离上一次王一博官宣新代言已经要追溯到半年前了,也就是2022年过,那时候的他官宣的是施华洛士奇,直到这2023年5月底王一博的新代言才终于要正式与大家见面了,这个品牌就是老板电器。 如今,品牌方已经开始预热王一博,从观博文案中的绿色爱心,摩托车,滑板中不难看出该品牌的代言人究竟是谁,这份将自家代言人所有特性元素明晃晃的全都摆上来,生怕粉丝们不知道究竟是谁的操作着实是太好笑了。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,最近今年王一博的代言那是越来越往居家上靠了,不谈那些手机,服饰等大家都需要人手一个的品类,单从容态按摩椅开始,到处几家店,到临时家居,再到一开的净水器,还有如今更加即将官宣的老板电器, 这是在一步一步充实粉丝们的家中大件小件,给了大家一个可以换新的机会了。 而老板电器作为同行业内数一数二的存在,它的品类也是格外的多,单从这预热来看,王一博应该是全品类的代言人,但一定会有一个主推品类,到时候大家可以看看自己家中有没有需要换新的必要。 作为一个非快销品,电器一般一用就是三五年,当粉丝们买过一波后注定复购率不会高,这一点大家都是心知肚明的。 当初在王一博官宣容态按摩椅后的销量直接震惊了业内,可却依旧有不少黑子不看拉新率,去看复购率,他们是真把按摩椅当成酸奶了,用完一次就要换新的吗? 如今,王一博2023年的第一个代言就要官宣了,粉丝们对这个代言的期待值绝对是比代言一款吃喝类产品要高的,毕竟此前王一博的代言那可真是将粉丝们喂饱了一大圈儿,恰逢夏季,这减肥难度那是越来越大了。 而这老板电器那是不同了,这是为自己的家更新电器,让家更美好的东西,还能支持自家政主代言,又何乐而不为呢? 其实早在十多天前,老板电器就曾在线下铺设地广提前告诉自己要官宣代言人了,可奇怪的是那广告上只有王一博的剪影,却没有他正式的官宣照。 那时候王一博的粉丝们还不敢猜测,如今官宣就在眼前了,这已经是铁板钉钉的事情了,王一博即将官宣自己的新代言。 想要给自己家中换新的粉丝们可以看一看,有什么产品是自己需要买的,这代言刚刚官宣价格上应该会有所松动,而且还有自家代言人的周边物料,现在购买绝对是最划算的了。 期待老板电器的正式官宣,也期待战报啊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,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 祝您生活愉快、充满活力。 再见。